白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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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下午3点钟了 强哥好主意直播秀 我们现在正式 大家好 我是佳佳 我是董师傅 强哥哥 今天呢 你是教他们做什么 今天我原本是 我介紹給大家做一個海鮮黑鮭 黑雞湯 做了這麼多集 我從來都沒做過一個湯 所以我都是想 教大家在家做一個鹹餅的湯 我現在介紹一下材料 鹹水魚 陳哥首先 今天要教你們在家裡煮湯 這個是海鮮新鮮魚來的 首先就叫花鯊 冰鮮的 冰鮮就可以了 我們在街市買的 像巴塞的那些帥哥們 我把你們的骨子拿來長出來 魚片就起來 像一片肉 那會切就好了 對 切就好了 OK 最後一陣子可以用 如果用鹹水魚 鹹水魚的效果會比較好 你用來煮湯 它會比較有味道 鹹水魚煮出來 它的湯就沒有那麼濃 鮮甜 沒有那麼鮮甜 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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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腐買的 沒有 要來煮湯一種豆腐 不是比以往我們煎的那種豆腐 合裝有兩種的 一種是硬身的 一種是軟的 一種是軟的 要來生食的 有些是要來煮湯用 火鍋肉 這種是滑一點的 軟一點的 芫荽 還有芫荽 還有薑 一定要有薑 要有薑 要有煮湯 一定要有薑 要有煮湯 薑的效果就是要撇腥 撇腥 肌蛋 肌蛋 肌蛋因為非常好 就是煮湯 所以起碼會放火 就是竹生 我會加些竹生 竹生鴨其實很便宜 在街市也好 日傳股也好 周圍都有一包包的竹生鴨 賣回來 鼻水浸進去 然後拿上來 切頭切尾這樣就可以了 吃起來很爽口 好 藥材不也是有的賣 很便宜 現在很便宜 不會貴的 用別種魚可以啊 決心可以用別種的魚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你就是 最好盡量沒有淡水魚 淡水魚其實 都不是不行 但是它煮起湯上來 它就會沒有那麼鮮甜 就是沒有那麼好煮味 如果那個 鹹水魚 比如你用一些 生魚 又或者用一些鰻魚 都可以的 鰻魚 但是它不過有一個泥味 如果用鰻魚 它不過有一個泥味 所以就不是那麼理想 鰻魚 鰻魚 會比較好一點 記住 用海魚比較好 因為會帶出鮮甜味 因為海魚 現在本身都很便宜 就好像冰鮮的魚很多 紅斑 龍斑 一些它都是 不是 因為金木鱸 都可以 金木鱸 因為金木鱸 它本身是半鹹水 都可以的 都沒有問題 金木鱸魚也可以 鰻魚 就是鰻魚 鰻魚 第一就是浪費 用鰻魚 你不要這麼鮮甜 沒有這麼鮮甜 沒有鮮甜 鰻魚 我現在 這條魚 我先起了肉 已經起了兩片肉 然後魚頭 會斬碎了 魚頭 魚頭斬碎了 你在街市買的時候 鰻魚頭 它都會 跟你 湯 起肉 斬骨 斬骨 翔哥 你在吸水嗎 我們 買回家 它很濕 是不是 然後我們 先把水分 先 要先吸水 對 為什麼要吸這麼鮮 沒有 我們第一 沒有被它 那麼多水分 而且 好便宜 噢 是因為 還有鰻魚頭 都比較容易 噢 所以要吸乾那個水 因為我在想 因為我在想 一個東西 就是說 你就吸 因為等一下 你是要放湯下去嗎 為什麼吸乾 對 切好便 皮 雙肥也行 娃娃你好 你還要放 最後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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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說 雙肥比較好一點 雙肥比較濃 因為我們煮好湯 才會放 翔哥 再一次來 OK 我們一刀 看看 看到嗎 一刀沒有拉斷 第二刀 才拉斷 這樣 第一刀 你們不要切斷 第二刀才切斷 對 OK 我們先 醃了 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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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醃了 醃了 我們就要醃製它的味道 就是要醃製它的味道 就是要醃製它的味道 雙肥會比較薄身一點 薄身一點 薄身一點 不但就大塊一點 哦 其雙肥的意思就是 因為你要給它薄身一點點 也是 看過去的比較大片的感覺 對 這個鏡頭 你們看的話 就像我用左手 其實我是用右手的 因為我們是用正面來拍攝 我們全部都扁好了 全部都扁好了 哇 很好 一直按讚 非常好 刀法 好厲害 不行 我拿刀也不行 我們要加少許胡椒粉 少許胡椒粉 少許胡椒粉 少許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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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許就可以了 少許的 我知道 像風車粉 風車粉 為什麼要加風車粉呢 風車粉 因為它會比較滑一點 我們 拌勻它 為什麼要加風車粉 因為它比較滑 所以我們要加一點風車粉 對 拌勻之後 我們加少許油 注意一點點 我們就下一點點油 好 這樣就搞定了 這樣就完成了 搞定了 你買魚的時候 你直接不用在家裡 湯 你直接給魚腦 幫它 起肉 拿回家 斬骨 然後 然後 我們堅定了 再放進去 對 去把沙酒醬 幫你們殺好 那個魚頭 自己去家裡 就不要殺了 我們現在開始煮了 OK 我們現在下油 先煎了 那個魚頭 先煎 下油 下薑 就是因為要拼那個腥味 我們 我們把魚頭 魚頭 魚頭 放進去煎 魚頭 魚骨 拿去煎 因為它比較香 對嗎 是 把魚頭 加少許油 每次是把魚身上 加多一點 就怕它燃到自己 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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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著蓋 蓋著蓋著 蓋著蓋著 煎也好,炸也好,你蓋住它也不怕的,不会担当你 现在已经很热了,现在我们煎完鱼,我每天跟大家说一句 滚汤也好,什么都可以,我们现在要下滚水,一定要下滚水 一定要下烧水,不要下冷水,每次我们每次都有强调这一块 现在一倒下去就要滚了,一定要下滚水,不要下冬水 下冬水它不会白的,我们现在下豆腐 下豆腐啊 下豆腐啊 接着啊,去超市买的豆腐,一定要有暖的豆腐,因为是煮汤的 对吗,翔哥 对 元帅我们放下去 哇 但是有些不吃元帅的味道,翔哥 如果不吃元帅的朋友,我们下大白菜 不要元帅的朋友,大白菜 皮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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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蛋,我们讲过的可以降火哦,皮蛋 我们下豆腐先 好,让它滚一滚 哇 这个很简单哦 在家都可以做哦 我满了 这个豆腐啊,功夫啊,非常之好 所以偶尔要学这样子,这个其实是滚汤嘛,翔哥 就是滚汤,你们在家不用啪啪啪啪到很冷酒啊那种 这个不是泵汤啊,这个是滚汤 就是滚汤,在家滚就好了,可以下火 刚才有人讲过,那个Piki是吗,他讲过了 这是一个广东式的,比较下火的那个汤来的 如果下鸡,他会滚很久啊,下乌鸡 下乌鸡 我怎么想下乌龟呢,黑鸡啊 乌龟被你说的黑鸡,真是死啊 对啊 你好 开头滚的时候,大火的滚都不重要,大火的 跟着滚了差不多,你又开中火的慢慢滚了 刚开始我们开大火,给它滚滚之后,开小火 对对对对 大家好,有些朋友可能问一下,为什么会把鱼骨下去滚 因为没有鱼骨,那个汤第一不够了 第二,它滚出来的汤也不会很白 它不会不够浓的,所以我们要加些鱼骨下去 那鱼骨滚上来的汤,其实鱼骨滚好了的汤也是重底的 你不要喝过渣,你只是喝过汤而已 说不是滚汤,你不要说就像其他煲汤那样 又要吃汤,又要吃渣 要汤漂亮呢,你就不要吃渣 所以它的鱼骨是一定重底的,不会在下面的 你不会上来的,你吃不到鱼骨的 昌哥就讲说为什么要放鱼骨 第一,鱼骨熬就带出鲜甜味 第二点就是鱼骨熬,它的汤会越来越熬越白的 还有就是,它也不会受浮沙,它会成土的也很好 对对对 而且不要浪费,料靠过去更多 大家看到,因为你用烧水,就因为你落了滚水 如果你落滚水,撞滚水下去 它会浓,它的汤会很细 会比较容易做 如果你用冻水,如果用冻水 煎后,如果把冻水下去,它的汤很难滚来 它会浓,它不会浓 所以,蒋哥讲过了,你们刚才下那个水一定要下烧水 所以汤滚的时候才会这么粥 我们加少许盐 大约3分1茶匙盐 加一元 大家看到汤很白了 汤很浓了 不用加鲜奶的 汤一滚就白了 最重要的重点是滚水 加热水才会越滚越白 你们看现在汤已经变白了 是因为我们也没有加过奶 就是像烧水 中间是烧水 有没有看到飞鸽的汤很浓郁 很有鲜甜味 真的很容易煮 很容易 非常容易 如果大家怕它煮 就是用鱼筆的 你不要紧 你煮得到汤够浓浓了 够浓了 你将所有材料捞起来 捞起来才放鱼 那你就连汤吃渣都可以 好 好 如果你们怕有鱼骨 不要紧 你将鱼骨都捞上来 再下鱼片 那也比较好 因为一些小孩子吃 怕会弄到骨 会梗到 对 明白吗 这些有很多泡 很浓 我们一路滚 一路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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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泡沫 这个汤已经很浓了 很浓了 很浓 真的是多白豆香 好浓 很浓 肚子又饿 如果怕有骨 现在把鱼骨炸一下 全部捞上来 拿碟 捞上来 然后先下鱼片 那我们现在好像要下鱼片 诶 诶 诶 强哥其实这样热 有时候煮火锅也可以 可以 你们不错爱在家里放火锅吗 对吗 朋友们 是吗 这个汤也不错 好 现在我们下鱼片就可以了 有啊 有啊 火锅里面有香西 鼻蛋 汤底的 对啊 我们要去海底 是我们自己家里煮啊 哦 没问题 对啊 自己家里放这个也就是好喝啊 也不错啊 一放鱼片下去 我们就 就差不多可以了 就煮多 一分钟左右 这样就可以吃得了 因为鱼片就不需要太熟 对 因为鱼肉就很快熟 所以我们就下鱼片 一分钟我就可以捞上来了 鱼不要太熟啊 鱼肉太熟就可以再定 就不好吃了 对对对 尤其是我们的新番鱼啊 就要刚刚好熟 它变了一点白白 你们就可以马上关火了 等下就熟了 真的 新番鱼肉很嫩 OK 有些朋友 就会问呢 就说 你落豆腐肯定白了 不是 如果你用冬水滚 你试一下 下豆腐来滚 试一下 看我会会浓个汤 看我会会白 封死了 你十年半年 哇 强师傅不会骗你的 我强师傅绝对不会骗人 我教你我就肯定不会骗你 哇 够了 一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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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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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棒 所以要带糕 所以你看 是不是很简单 又是简简单单 轻轻松松 OK 教你们注意到这个 皮蛋西裙 煮西班鱼 今天这个座 就不会抖起了 就这样了 因为我抖起一个窩 一样是这样的 所以 就是说大家 就是说 大家这样都看得到的了 就是在一个窩里 其实 你不一定用这个 就是用这个煎盆来滚汤的 你用一个窩也可以 一个大的沙锅也可以 在这里滚起了 在这个锅里滚起了 才会抖到沙锅里 滚到那个 或者抖到另外一个大一点的盆 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 这个煎盆是非常之好的 又有鱼吃 又有汤饮 又有香 又可以降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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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笙 竹笙 你看 后来拉屎落 都拉屎落都不重要 竹笙 竹笙就到最后一个步骤 我们才下 因为竹笙它本身很浓了 竹笙咬下去 它会爽好一点 所以你看 这个很简单 我们就这样煮好一道菜 对 因为今天这个汤 我就不抖起了 因为他们都看到了 ok 好 看不看得到 大家看到了 好浓郁的 非常之浓 希望大家真的说 喜欢这个汤 今晚回去试一下 或者明天试一下 很简单 简字清 都是六个字 简单 有了 有一道菜 好 轻松松 我讲乙清 简单又轻松 好 OK 如果你就要 知道 也谢 谢谢 是 有 有三个 不然我们还要帮我们 这更报道 多谢 谢谢併奇 真的真的 如果不是这次的疫情 我告诉你们 我们真的不会在直播里面 对啊,这次的美机,不过太大了 这次的美机,慢慢分不着啊 我们真的真的是因为,我们两个第一次要做直播 你知道我们在家里,每天都在,我们要怎么做直播 要对着镜头,要如何讲话 对我的一个是,我的压力很重 唱歌还有时常上电视机前面的观众们 说哈喽,我就完全都没接触 所以我还是非常的棒,谢谢你 所以我真是很紧张 那么现在也慢慢越讲,越习惯,也跟你们接触了 也已经习惯了,所以我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我们 非常多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谢谢巨太太,有你一定有个支持 我也是有动力 真的有你们支持,我们才有动力 真的,非常谢谢你们 谢谢美朗,谢谢 谢谢,谢谢 好,那么,记得哦 如果没有订餐的朋友们,宝宝们 就去,明天去巴萨 可以看这墙哥 十多级的这个职场 这个现场直播秀的那个里面的那些VCP 你们去买来自己煮 或者你们想要那个食材买不到 或者要那些酱料还是什么 可以打电话来我们的美鸭 那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送外卖 全导送到你们家,是全导送啊 估计我们都有啊 八十块以上啊,估计是费的 所以你们要买食材的,直接打电话给我们 我们就包装好 带你们回家煮给你们 妈妈吃或者你们的爱人 你们的老婆吃,好不好 那么我们明天下午三点正 请敬请关注我们的强哥直播秀 好主意 好主意啊,强哥真的有心思 那么明天我们要煮什么呢 强哥要有点小心思 明天我会教大家做的东西 我都在巴萨那里买 或者在supermarket那里买上来可以做的 明天我教大家煮一个三门鱼都可以 煮一个三门鱼 三门鱼大概是400克 这样 我一会儿去supermarket那里买上来 我先煎了 到时现场最教大家煎了 煎很快 煎三门鱼 我们下来到supermarket那里买上来 明天在那里你们知道啦 拜拜 拜拜 多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关注 谢谢,拜拜 明天见啦 拜拜 明天见啦 明天见啦 明天见啦